再往下 一群人围在一块儿 仔细听取讲解 直见老师双手手续练翻转 这两根粗大竹竿马上被绑得紧紧紧 因为今天的工作能否成功 就要看着绑绳子的功力 东海大学今年的植树活动 和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校方认为光是种树还不够 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保护树木 因此今年找来专家 要正在校内生病的树木实施维护工作 那树开始掉叶子 开始它的成长状况并不是很好 它越来越虚弱 因为它的水分的吸收什么都被破坏 那台风来之后就很容易就倾倒 所以我们今年的第一类的活动 我们就希望找这些有病争的树木 比如说像后面所看到的 就是它有一点生病 然后台风来之后它就倾倒的树木 就把它把它架回来 校园里有部分的树木都感染核根病 因此从根部的地方就开始腐烂 造成树木倾斜 情况严重的身教动用小山猫帮忙扶正 才可以继续接下来的工作 可别小看架起两根竹竿好像很容易 操作起来可是非常复杂 看得简单可是实际做起来很难 就是看老师在做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绑绑绑绑好像很简单 可是真的要绑的时候就不知道要怎么绑它 我们是希望说这一类的活动 都是透过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方式来进行 第一个他们的动手做的过程里面 他会有感觉 第二个之后他就会开始会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工作营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事情 校方这几年相当重视护树的观念 甚至为了增加凤凰木的透气性 硬是把底下的水泥步道拆除 改成透气的扑面 希望借由种种的做法 让学生了解绿美化真正的内涵 记者洪嘉宏他就差不多了